2013年12月10日,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奖颁给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·法玛,以及另外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。 法玛以其提出的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而闻名,被称为现代金融学之父,也是全球饮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。 法玛出生于波士顿,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三代,也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。 虽然近年来有效市场理论受到许多质疑,但严谨而直率的法玛丝毫不为所动。 年初,我们在法玛教授加州的住处对他进行了专访,一起来听一听。 这位被称为金融领域思想家的故事。